新北市政府勞工局16号在板桥体育馆举办菲律宾126年国庆活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到现场 跟菲律宾驻台代表互赠礼品 表达对移工朋友们的感谢 也显示台飞双边有好关系 人出气球象征友宜球赛活动正式开始 新北市长侯友宜还有菲律宾驻台代表 两人热情互动交换礼品象征台飞友好展现好交情 新北市劳工局还有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 16号在板桥体育馆共同举办菲律宾126年国庆活动 吸引不少民众到场共襄胜举 侯市长也特别感谢移工朋友们对台湾的经济贡献 新北市菲律宾的移工将近一万两千人菲律宾好朋友 对新北市在重大的经济以及在社会变动的力量 奉献非常的功 国庆日菲律宾所有的好朋友们真日快乐 这次活动主招除了台飞篮球友宜赛 大家一起挥洒汗水运动竞技 现场还有拉拉队比赛 更邀请创作歌手到场演唱经典歌曲 每一次跟菲律宾的好朋友们在各项的游戏比赛里面 都充满着迎济台湾跟菲律宾共同的相信力 借着有益的比赛 让我们两国的感情更加的尖密 台湾菲律宾共度国庆假期展现双边好交情 记者三文人张远杰新北市采访报道